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請我們的陳一祥陳一生來跟我們做分享多水 謝謝 林老師 謝謝 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來教中大學 那我記得上次我來這個地方是我來招募我的同事的 我以前在顧問公司做事 上次來是來招募大概七八年前來招募新生的 好 那個 那今天我想當然就是分享社會企業的這個部分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其實那個簡介大家也都有 我是2006年底開始接觸到這個題目 那時候我還在顧問公司 那我就在想說我如果不做我現在顧問公司的話 我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就發現了這個題目 後來就一直這樣子追尋 就慢慢的進入那個現在的狀況 那個其實我想分享一個那個 大概是4月18號的新聞 大家有看過這個新聞嗎 有看過舉手吧 好 在社企流上看到對不對 好 很好 沒有看 大部分沒有看到 那我要講一下這個 而且對我有一個蠻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激勵 為什麼講 因為他說這個台大四光王他想創社會企業 那其實我在想說6年前他可能還是初中生對不對 誒 說不定是小學生 不會 好 那他想創社會企業 那其實 當然我的意思是說 像他們 像這樣的好學生嘛 跟我不太一樣 但是他好學生竟然會 功課這麼好 他竟然想去創社會 其實這件事情我太驚訝了 不過我覺得他的那個幾個原因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念一下好不好 就是這個女生叫郭婷安 大家四光王的意思知道嗎 就是說他申請到4個最好的學校 可惜都接受 他說 曾到原住民部落服務 看到偏鄉資源不匮乏 揮頭像自己小時候在台北念書又進入明星高中 就是可以碰到好同學 浩老師等等 他獲得實在真的太多了 那社會資源不均 啟發他創立社會企業的念頭等等 然後他說最後他要選什麼 公管系的器官組 那他對女性議題比較興趣 好 那其實 不知道 就是我做這個 從事這個行業 行業 這樣子五六年 那這個新聞導師對我來講蠻激勵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實也是今天晚上的一個題目 那我想 第一開始就是說 除了剛才那個地方的新聞 那有一個是最近我看了一個 就是哈佛 Business School 他的一個部落格上面的一個資訊 他說有四分之一的哈佛的校友 如果是五十歲以上的話 他們有一半都是花在Social Enterprise 跟Non-profit這個部門這樣 大家覺得這個數字怎麼樣 還蠻多的對不對 第二個說最大的社團在哈佛商學院是 Social Enterprise Club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最大的Conference 在哈佛也是Social Enterprise 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說好像你看到國外的發展 你可以看到說一定有一些事情在發 對不對 為什麼這件事情會變成一個 像運動一樣這樣子的進行 好 所以回來呢就是說 我還是要提 回來就是說 因為講社會企業嘛 就一定要說企業是要解決問題的 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再來回來回顧一下 就是我想做社會企業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總是要回到你的初衷 就是說你當初到底在想做什麼事情 我想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其實當初我在準備這張投影片的時候 這是五年前 結果這五年來都沒有什麼改變 就社會有什麼問題 那為什麼需要改變 那大家覺得社會有什麼問題 很多問題對不對 好 我只是整理一下 我剛剛講說這張投影片 我一直這五年來都沒有什麼改變 那從經濟發展 我們講的是不是經濟成長率 講的是發展 這講的是一個均衡的發展 我們講環境 我們講醫療 家庭價值 人權 公民參與 還有學習跟教育的領域 我想這個每一個領域 大家都很關心對不對 那每一次我在分享的時候 我都會請大家表決說 哪一個是你最關心的議題 對 那其實今天不用表決 不過我很快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你猜是哪三個議題 如果有人可以猜到哪三個議題 是大家最關心的 我有書送嗎 還是沒有書 請老師送你書的 大家覺得哪三個議題是台灣一般人最關心的 有沒有同學或者是朋友願意講一下 還請 環境 經濟發展跟學習 對 太棒了 謝謝 這題目太簡單 好 那大家有沒有不一樣的看法 是這樣子對不對 就這三個議題是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 Above all 就最重要的議題 那很遺憾 這議題其實五年前做好這張頭影片 我想每一年都越來越嚴重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有社會企業這件事情呢 就要講到說 其實社會企業是一個解決方案 那其實它只是第四種方法 那我講前三種方法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一般我們繳稅以後 政府就會來幫我們做事對不對 拿了我們的錢要做事 可是政府有做到它的限制對不對 另外政府的限制是什麼 就是官僚體系嘛 就整個是推不動 其實大家對政府不用太 真的不用太高的厚望 因為它不是人的問題 是一個整個文官制度系統的問題 那當你想做事的時候 就有另外一個力量把你拉回來 所以政府它有它的一個能力的限制 那大家第二個就是想到說非營利組織 那我想在座也有非營利組織的 就是很重要那有捐款 所以大家也支持非營利組織去做很多慈善的事情 可是非營利組織為什麼有限制 為什麼有限制 就是在效率上面 常常也會遭受到挑戰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要花錢 你要花的有效率 其實也有很多人的這個挑戰 還有一個就是透明度的問題 就是是不是夠透明 是不是夠 大家看得到的結果 能夠感受到的結果 所以非營利組織有它也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再回來就產業部門 那大家想說這個企業最有錢 應該可以做很多CSR 所以現在講到企業社會責任是蠻夯的對不對 但是CSR有沒有限制 有沒有 也有對不對 什麼限制 就通常是PR或者是 賺了錢以後順便做一做 那其實企業也不太會care說 到底這個問題解決沒有 對不對 好 大概就是這幾件事情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有人 我想五六年級就開始講這個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這個新的一個解決方案 當然它不是萬靈丹 那我必須講說它也有它的限制 不過這個solution呢 跟公民最有關係 大家知道什麼叫公民 公民跟國民有什麼不一樣 我想公民就是有一個自覺的意識 就是它願意站出來 所以現在 譬如說 譬如說 佔領華爾街 這樣是不是一個公民運動 有一點接近了 就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 突然有一個 大家有一個覺醒 然後大家起來行動 而且是串聯起來的 也特別是透過現在網際網路這樣 好 那所以就講到我想今天 我想既然留一些時間可以大家後面互動 那我前面就還是要講一下定義嘛 就是社會企業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範疇 那它其實是一個跨領域的新概念 那大家都知道 盈利企業是從財務利潤極大化 到自己自足的有去發展 那非利組織是社會影響力的極大化跟依賴捐贈嘛 那這兩個有一個交集就是說 我們希望社會企業是能夠發揮它的社會影響力跟 可是它在財務上面是自以自足的 那這兩個通常在傳統的思維裡面 是不是都是完全像 應該是說完全不可能放在一起的對不對 對不對 你做善事怎麼可能自以自足 你一定要去募款 這樣 好 所以很快的就是我大概整理一下 就是普遍接受的社會企業定義 就是其實有三個方法來辨別說 這是不是一個社會企業 當然社會企業是一個光譜 所以我也不建議大家去把它定得很死 因為其實誰都可以說他做社會企業 但是還是有三個普遍接受原則 你可以來檢驗一下說 這是不是符合社會企業的原則 那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從目的 第二個從方法 第三個從分潤的角度來看 第一個就是目的的話 就是以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為使命 通常是發生了市場或政府失靈的時候 市場失靈是什麼意思 就有客戶在市場上沒有被服務到 這樣 就是有一些客戶被市場忽略掉 因為這個市場經濟裡面不可能服務到他 他就是不可能 政府失靈就是說政府補助很多 可是還是有人沒有被服務到對不對 之類的 那方法就是說有實行市場策略 導入企業經營 有營收能盈餘 不依賴捐贈跟同情心 這大家可以了解 所以我想在這邊就是有一個目的跟手段的 很清楚的一個定義 就是說目的是解決社會問題 但手段是用市場 而不是倒過來 就是說我是為了賺錢 那我順便做一些公益 那當然最後一個分潤是 比較大家有討論空間 就是說盈餘主要是用來投資社會企業本身 跟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 並不是為出資人或所有者來謀取最大的利益 那這個講起來很簡單 不過在每一個國家的法規 甚至做法上面都有 還有一些清楚的定義 有些國家還蠻有清楚的定義 像英國的法規就是 它是65%的盈餘要留下來 他們叫做CIC 叫做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那等等 我想這三個就是提供大家做參考可以嗎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可能我們在講社會企業的時候 大概有這三個角度來看 那我必須講說 之前前面當然就是一些國外 就是國外的一些想法 緣起啊等等 那實際上我自己在2007年 2008年離開顧問公司 在從事這個行業的時候啊 就是我第一個 我那時候第一個 離開顧問公司以後就在弱水 所以我是算弱水的創始員工吧 所以大概三年以後 弱水就是那個張明正先生跟王文華先生創的 那三年以後就兩年前我再離開了弱水 然後開始我自己的活水設計開發 那這是我自己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partner 我們一起來做類似的事情 大家也可以想像 類似像創投公司這樣 只是說標的是一個社會企業 有發展社會企業的目的 那我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也發現了一個限制了 那這個限制來自兩個 一個是非力組織從事商業活動的限制 第二個是盈利公司從事公益活動的限制 就是說怎麼講呢 再度有非力組織的朋友嗎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好 很好 那其實非力組織 你知道國內就是有幾種形態對不對 什麼財產法人對不對 大概就機構啊或者是基金會啊 社團法人的話什麼協會對不對 對不對協會嘛 那可是這些組織在法令裡面 都是可以做生意的對不對 有附屬事業所以它可以營運 可是呢就是有一些限制 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專業人力資源進不來 因為當你說非力組織啊 台灣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非力組織是跟人家拿收捐款嘛 所以他很難去給一個比較高的薪水 給他的這個就是幹部啊 或者是員工 但美國的話好像就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限制啊 這個所以你要找到專業人資 當然跟薪水會有關係啊 特別是找商業領域的人來 你不可能要他犧牲太大對不對 來犧牲一半可以 可是你說你薪水砍80% 這當然很難啊 那第二個就是治理跟責性啊 那也是我最近的一個發現說 喔台灣對於特別中小型的這些NPO 竟然沒有一個會計 會計準則 會計制度或者是積合制度可以去遵循 其實讓我蠻shocked的 因為大家知道上市公司 都有一定的規範 但這個竟然完全都沒有啊 好所以財務動明度是被挑戰的 也因此你當你做很多商業活動的時候 你是不是能夠算的錢很清楚 你跟捐款人交代 這是一個問題啊 再過來就是創業精神 那通常如果一個組織裡面你有 你一方面去拿捐款一方面去賺錢的話 你覺得就是說他有沒有創業精神 比較難啊 因為你還是有一隻手可以跟人家拿到錢嘛 就是募款募來錢 也不會跑三年半 那如果你真的這個事業失敗 你就把它收起來 那反正還是有一個捐款可以來支付 最後一個就是資本投入 就是你要吸引外部的資本進來 其實有點困難 就是說如果說外部 所謂外部資本一定是用募款的方式 如果外面捐贈的人知道說 你今天是要從事一個有風險度的商業活動的時候 如果講得很清楚的時候 你覺得他會不會捐你 很難 有點就是他會想說 你是不是做這個風險性 這個活動最 譬如從事這個商業活動最厲害的人 或者怎麼樣 這個時候就跟那個他捐款就不太一樣 目的都不太一樣 那再過來就是盈利公司 從事公益活動很多限制 我想這個大家就比較知道 譬如說其實公司法第一條規範什麼 公司是盈利為目的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公司是 不是盈利為目的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目的 其實這都會跟那個公司法是相反的 你知道嗎 所以最近有一些公司說他們 要做一些公益啊或者是 這種公司不只是為了股東 我們是為了Stateholder什麼 其實這個如果真的去看這個公司法的話 是違法的 也就是說有一天股東 你的股東可以跟你說 對不起 那個我還是要百分紅 因為公司法說 百分之百是要為了盈利為目的 還有就是社會資本 那我們也看到有一些 用公司型態在做公益的 譬如說以前有人在賣T-shirt 還什麼的就是 後來動用了很多志工 志工就社會資本嘛 那其實後來就產生一些問題對不對 大家了解嗎 就是你去動員志工的時候 人家問 後來就是說奇怪 為什麼我沒有收收入 可能你在收錢 你還有手續費 我一點 我連個那個可能車馬費都沒有 還有遵循的規範 就是也沒有一個遵循的規範 還有政府的參與 其實政府很想鼓勵 營利組織去做公益的事情 可是如果沒有一個規範 一個去推 其實你也很難去有一個 補助或投資的一個標準 好 那我又是講一下說 在實際操作上 我面臨到這些議題了 那實際上 這位大家都認識嘛對不對 那我還是要講一下 大家講到社會界 就會講到尤姆斯 有沒有人要 大家都知道尤姆斯嗎 就不用講了 就是那個鄉村銀行 穹人銀行 孟加拉窮人銀行的創辦人 那他因為 他打破了一個理所當然的假設 就是說窮人 大家都覺得窮人不會還錢 但他覺得窮人會還錢 所以他就做了這個鄉村銀行 然後現在是孟加拉非常大的一個企業 所以我 好 我就假設大家都聽過 好 那接下來我想要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台灣的一些案例 讓大家有比較的感覺 因為國外案例其實也蠻多的 那 可是要講一些國內案例 我想大家也會比較有感覺 比較接近剛才講社會企業定義的一些案例 那我也剛好就認識他們創辦人 這幾個創辦人我都認識 而且還認識的蠻深的 就是都有好幾年的經驗 我都知道他們創業的過程 那第一個是以利國際 那大家知道以利國際的 舉手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那如果不知道的話 他其實就是一個 製工服務的公司 製工 國際製工公司 那大家會想說 國際製工公司 國際製工怎麼當公司呢 因為好奇怪喔 因為國際製工不是都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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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不收費嘛 對不對 只是付旅費 然後你就去當地可以做一些 去比如說東南亞或者是 其他地方可以做一些製工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運運模式呢 所以基本上 以利講的就是說 它提供一個價值 那這個價值呢 讓你願意付比較高的旅費給它 那它幫你安排 一個有意義的 國際製工的行動 那這是從消費者的角度講 那實際上它的運運模式 其實我覺得對台灣來講 蠻有意義的 為什麼 基本上它就是到落後的 偏遠的地區 譬如說東南亞 他去發現當地的問題 然後呢 根據這個問題 他提供一個解決方案 那這個解決方案裡面 他把台灣的know how 或者是專業 或者是核心能力 帶到當地去 然後再找台灣的製工 一波又一波的去完成這些工作 那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有兩個例子 一個是在早期的時候 他在越南 那在 就是他 這個創辦人叫陳盛凱 那他去越南看 他發現說 越南偏遠地區 最大的經濟來源是 村莊裡面經濟來源是什麼 是養豬 養豬 那他想說 如果說要幫助這些村莊脫貧的話 他就想到說 如果說我可以幫他 蓋一個很好的豬舍 五星級的豬舍 然後讓他的生產力可以提升 不就脫貧了嗎 所以他就回來找台灣大學 農學院的教授 所以有 這就是台灣的know how 就是他把台灣的經濟 就是這些非常好的 變成一個solution 然後進去越南 然後就蓋這五星級的 非常通風 非常有 可以提高豬隻生產力的一個豬舍 那這是第一個案例 那這裡面就有 台灣農業的專業在裡面 第二個就是說 他在柬埔寨有一個綠色孤兒院 那也是發現說那個孤兒院快倒了 他就找到另外一個地把它租下來呢 然後他就想說 我怎麼樣可以給他們一個綠色的孤兒院 那可是你要綠色孤兒院你要設計對不對 那設計是要專業的 那想到台灣有一些專門在設計 設計綠建築的這樣的一個專業的 建築師也好設計師也好就帶進去 然後你會想到說當地有竹子 那如果用竹子做材料可以 幫他們蓋房子的話不是很好對不對 那全世界最會用竹子來蓋東西 做建材是誰 就竹山的師父嘛 所以他就把竹山師父也飛到那邊去 所以他把整個設計都好以後呢 再把台灣的這些志工就是運過去 然後就是來蓋這個房子 那其實也蓋 好像也蓋完了 那相當不錯 那其實意思就是說 消費者 志工他願意付比較高的旅費 費用到當地去 變成一種生活的學習跟體驗 然後這些人也得到一個很多的收穫 那同時也幫當地解決了問題 那最近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我覺得進步 要進就是說 他還跟企業開始提供企業價值了 為什麼 譬如說有一個叫以前我的公司 叫做情業會計師事務所 Deloy 大家聽過嗎 那他後來就談成一個公司的員工訓練方案 就是說如果你在Deloy你要身為合夥人的話 你是協力的話 你一定要參加他們的團隊 所以他們現在應該就這幾天吧 就有兩個團在柬埔寨那邊 那都是由企業高階主管這樣組成的 在那邊做志工 那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訓練方式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覺得這個 Deloy有沒有提供一個價值出來 有 而且人家願意用一個 用一個 等於說是一個經濟的 一個金錢來做一個交換 好 所以他是自以自足的 那我知道 其實在我跟盛海認識也真的很久 他其實以前是落水的那個同事 那後來他自己就要創業 那其實在我還記得前年的時候 他非常的low 就是說因為他說 他說今年寒假 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參加 因為去年寒假 他跟我講說 還沒有開始報名 他就說 他說Ray啊 你知道我前年的寒假大概有15個人嗎 來參加我的寒假的那個營隊 然後他說 你知道嗎 可是我壓力很大 因為15個人 怎麼可以撐得到我的公司呢 然後 可是去年的時候 寒假報名的時候 你知道來了多少人嗎 各位 就來了170個 那完全就破了他的標準 他原來是講說15乘10 就150個人 那來了100 那今年他也有六七百 應該七八百可以到1000 也許到1000人這樣子一個標準 那我的意思是說 各位就是我看他三年來的成長 他就是一個標標標準的一個創業的一個 一個創業家 他從從零開始到有七八百個志工這樣 那這其實我還蠻感動的 那所以我想講就是說 其實社會企業最核心的就是一個創新跟創業 那也是今天你們這個學成 或者是這個program的重點對不對 要創業跟創新 好 有沒有問題 對以利 以利現在大概有空 然後 以利現在大概有空 然後他有沒有得到外來的資金的支持 然後他自己本身break it even 是 他break it even 然後去年還有小賺 不能透過多少 我看他要保密 不過就是說已經break it even 第一個他要領到薪水 然後他還可以還他媽媽錢這樣 然後 因為你知道第一筆資金都是家人的錢 然後他員工應該有七八個吧 六七個 當然很多志工領隊 但是全職的員工有七八個 所以是一個 對 他有一些志工領隊 就是 因為十個志工需要一個領隊帶領 所以有一些志工領隊就是他 也許給他機票 讓他們再回到當地去做 可是可以帶領那些志工這樣 但全職的員工大概有七八位 不知道我們回答老師的問題 有 意思就是說我今年如果幫助工 今天他的肌肉變成志工領 對對對 然後 但是我的機票 動在當地的時速 就不用擔心 好像是這樣 對 就是說有一個program 讓他們可以再回去貢獻或之類的 同時也付出 同時可以代理下面的這樣團隊這樣 所以他是有一個business model在run 就是越來越成熟 不過當然有些也是有限制啊 譬如說機位有限制對不對 不可能無限制的機位讓你去柬埔寨 在同一個時間 是請講 請問那個 這個以立國際 他現在的那個 那個成立或存在的型態是 那個公司的方式存在 還是以那個 公司 公司 所以那在台灣現在 因為社會企業 發還在 剛剛提出來 所以事實上現在 成立公司還是 按照中華民國的 是 以立事業登記在 是 所以他還是一個 以立事業 對對對 那像什麼 跟社會企業這塊 欸 關係 會不會有一些 某些程度的一個 敵數 也就是說 剛剛講社會企業跟 那個 呃 以立事業跟 這個 NPO NPO 其實上 in between嘛 對不對 但是他既然是 以立事業登記的話 是 那他現在是沒辦法 是 是 就是社會企業我想 第一個就是剛才講三個原則 但是 目的方法 分潤對不對 另外就在組織形態上 其實因為台灣也沒有什麼 一定的法 就像你剛剛講說 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你可以是公司成立 也可以是 非營組織 其實 就我來講 我覺得都接受 我覺得 就只要他符合那個精神 這樣 可以嗎 就是說 不是說只有 非營組織才是叫社會企業 我 no 等一下我舉幾個例子 就是也有一個是非營組織 我覺得他蠻有社會企業精神 所以我現在講的都是蠻主觀的 我覺得 他有這樣 好 那其實 對 是 那他怎麼解決那個蠻主動 就是蠻主動的問題 那他正在想這個問題耶 你問得真好 對 因為他是公司註冊的 然後他現在賺了錢 然後他正在思考說 我們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其實我們最近還在討論這個事情耶 對 那我意思是說 他有這個觀念 但是因為坦白講 這就是一個私人公司嘛對不對 那 可是他也了解說 他 受到很多社會的善意的支持 其實他是有一個光環在 其實我常常提醒 這個所有的社會創業家就是說 人家其實來 你為什麼得到這麼多support 好像 其實他們比一般的盈利公司更有優勢 是因為 很多人都會有善意 你知道嗎 這個是一個advantage 你知道 所以我就會提醒他們 對 所以 回來就說 這是一個好問題 對 所以我只是說他有這個精神 我真的沒有辦法定義說 誰不是 誰是 按照很清楚的 譬如說 百分之三分之二 留下來的利潤才是或不是 那另外就多福接送好 那我必須講 多福 那個徐佐夫每次都跟我講 他說他不是社會企業 我就說你是 這樣 我們在推 拉拉扯扯 沒有啦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這個也是三年前創業 那時候根本就沒有什麼社會企業 他 我跟你講他就是一個非常原創 就是要解決一個政府失靈 的問題 市場失靈的 就是說他的 多福接送 大家知道輪椅接送 對不對 大家想要富康巴士啊這些 就是 那佐夫就是因為他的外婆還是什麼 就是突然就沒有辦法要做輪椅了 就他就去找政府的富康巴士 結果富康巴士說 不行 第一個你不符合條件 什麼你要去 你要去 你的外婆要申請 症障手冊 等等 講完 然後三到五天前要預約 什麼 然後後來他就一氣之下 其實他是看到一個商機 你知道嗎 就當你 有些人覺得說很氣餒就算了 就 可是他就說 這是一個機會 為什麼 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樣 然後他去網站搜尋以後 看到一大堆對於富康巴士的 什麼 compliance 那他就說 這是一個機會 然後他就真的創意 所以我認識他的時候 在三年前在木柵 就是台北的木柵 就是兩輛車在跑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做起來 可是 既然在前年或去年時候 他為了要符合一個租車業的資格 他就買了 現在有十五輛車這樣 就變成一個經濟規模了 當然他不是請家蕩產 也是 把那個家裡去 據他講說沒有跟太太講 就去抵押房子去買了車 結果 那這個 反正就做下去了 那這個也是 創業家的特質 就覺得說這是該做的 他就做下去了 那 其實我也不去講說 他的營業額有一百萬以上一個月 就是慢慢 就是做起來了 就是 因為你知道他做的這個市場是 肯定有市場對不對 只是你不 就是一定會成長的 就是 銀髮族啊 他不是生長者而已 就銀髮族這些 這樣子 像我也是他的客戶 因為我的岳父要做輪椅 所以 也必須有 就是他提供一個比較彈性的付 我願意付費 這樣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切入一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政府 像富方八市做的不好的地方 有人願意付高點價錢 願意來用他付 第二其他切入了一個叫 無障礙旅遊的市場 那這個市場是 是有一個利基的市場 可是從來沒有人去 怎麼樣 去掌握這個機會 叫無障礙旅遊 所以我覺得他有一個切入點 那像他現在做無障礙旅遊 禮拜六連天都排得很滿 那各位知道無障礙旅遊 其實客戶不是坐輪椅的 是一個家庭 而且付錢也不會是那個坐輪椅的啦 一定是 像我們這樣 沒有就是青壯或者是養家的 他願意付錢 各位了解嗎 這個其實他是在切入一個 旅遊的市場 那只是剛好有這個生長者 而這個輪椅是他的一個非常高的附加價值 所以他現在也跟很多大旅行社啊 各方面做策略性的合作聯盟等等 好 那 我覺得 基本上從他創業過程 我覺得他 滿有那個guts的這樣 所以很有創業家的理想 好 那 當然他解決了一個 幫生長者 幫生長者 就是解決 就很多不變的問題解決了 那我覺得是有一個社會性的意涵 那當然他有他的挑戰 包括他的財務商 各方面都 他都非常努力 也非常有進度 那可是也是很挑戰對不對 大家知道這是一個 其實投資比較多的一個企業 有沒有任何問題 好 再過來就是剛剛講說 其實前面兩個案例都是公司 那這個是 是一個非營益組織 是一個叫 是財產法人 那 大家有聽過嗎 勝利 升障潛能發展中心 有 真的 有 好 大部分沒有 很好 其實勝利 是我在弱水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一直在 希望找到一些有創新創意 創業精神的非營益組織 可是都找不到 只有一家找到 所以張明正先生就派我進去 去跟他一起工作 說我可不可以跟勝利的張英樹主任一起工作 可以找出一些營運模式 以至於可以變成社會企業 所以我認識他在四五年了 就是在那時候我就已經進去 而且其實我也是對我一個很大的學心 我從來沒有在一個非營組織裡面 因為我在那邊有一個桌子 所以我可以在那邊 每天跟大家可以討論事情 對我一個很好的學習 那為什麼是勝利呢 就勝利有幾個特色 因為勝利大家想說是做生障就業對不對 大家知道生障者的需求其實有就醫就學就養 那就業是最後一筆路 那也是最挑戰的 因為你要提供一個工作機會 給比較有障礙的 這是一個真的是很難度很高的 但是這個張英樹先生 他本身是小兒麻痺 可是在十幾年前 十一年前實際上在台北 他就開始做工作的時候 他其實有幾個領域 第一個他不募款 這很難 大家想到勝利就業就會想到要募款 一定會有人捐嘛 他第一個他不募款 第二個他用很多科技 資訊科技 因為他本身是數學系的 然後他也是MIS background 所以他第一個做的事業就是做資料建檔的工作 所以他現在 他之前他做的這個事情 到現在為止還是有二十幾位生障者 在全職做資料建檔 而且是中國信通最大的外包廠商 最大的外包廠商 就是做 所以你們所有的中國信通的那個 Credit Card 如果你是新的 就馬上就會scan到雲端 雲端就會到勝利的建檔中心 就key in這樣 他們就來做這件事情 那生障者做這個key in 有沒有advantage 有沒有強處 有耶 因為他們定著率比較高 而且有耐性 他們珍惜這樣的工作 如果一般人大概你要他打字 我想三個月就跑掉了嘛 都正常的 因為很無聊 然後他裡面有用了一些科技 譬如說正常人打兩次 他們可以用一個科技 防呆的方式可以打三次 以至於他正確率永遠都非常高 好像99.9997之類的 達到一個非常高的水準 你知道要服務中國信通這樣的客戶 是不太容易的 那by the way 中國信通從來沒有把它當成一個CSR 在promote 那他每次都是在議價 那可是我覺得他是用專業來取得一個尊重跟尊嚴 還有就是一個很好的工作 那當然張主任才華不止於此 那他有開發了餐飲業網購設計印刷 那他還有一個on-demand的printing的最近 所以隨選印刷的一個workshop也開張了 所以他其實是蠻多元化的 那還有一個便利商店 加油站在如果去過建國南路的大安深井公園旁邊有一個 這個加油站就是他們經營的 然後那我要講講說他創新在什麼地方 我講幾個小故事大家就知道說他為什麼跟人家做得不太一樣 那他我背景也講一下 他現在就是帶有護用兩百位身障者 因為我每一年都跟他去尾牙 那已經四年了 那每一年都是有兩百位不同身障朋友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 我覺得每一年他都有進步啊 譬如說這兩年他就去帶他們去出國旅遊 各位知道這是多難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一般公司都不見得帶你出國旅遊 何況是身上者還是一個非營業組織喔 這樣 好所以我講說第一個加油站 就是說大家也想說加油站很簡單啊 就是說反正政府有一個特取 在建國南路那邊就是招標嘛 所以陽光就會去搶這個執照對不對 那搶到其實就進行 那我想不止於此啊 就他們拿下來以後 其實張主任想的就是說 怎麼樣讓他的身上的員工 真正能夠流轉流動 而且流動到一般的加油站去工作 各位覺得這是不是目的 今天政府給你這個 如果說你可以訓練出來更多的人 讓他去他家附近的加油站就業 或者是這是不是最棒 而不是說都擠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這個做的很有效率很賺錢 所以我覺得他很棒就是他去 跑去跟中油談 剛好中油那個處長也有這個意思 就是說 那處長就說 我有幾個正常的加油站 我委託你來訓練我的員工 而且是當我的這個班長在現場 可是我就僱用你所訓練出來的 比如說有20個我就僱用20個 然後請兩個你的輔導員 委託你兩個輔導員在這個 這個我的加油站 中油直營的加油站 來做現場的一個督導 意思就是說我看中勝利的專業 是在輔導跟管理生長者的上面 那我願意來委託你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呢所有的員工都是中油來僱用的 所以短時間之間他現在創造的工作機會 就不只是那個在建國南宮的加油站了 各位知道就有六七十個機會這樣子出去 而且這些員工都可以流轉 舉例這就是一個小的 我要講說一個創意嗎還是創新 但是我覺得是社會企業一個精神 就當你的目標很明確 你就不會被眼前的這個限制住 所以眼前就是說你經營好 建國南宮加油站 你可能就滿意了 但是真正的社會創業家他是不滿意的 他一定要達到那個他覺得是對的事情 就是說讓生長者可以在一般的加油站都工作 各位知道 這還是有程度上的一個差別 好 便利商店也是 就是我們三年前去找統一的時候 因為我是顧問嘛 我就最會寫Proposal 結果我們寫了一兩年Proposal 找那個統一操商都沒有用 後來我們就活起來就找全家 結果一談就上了 然後現在他我們開了 生理營開了第四個點 剛剛開第四個點 那也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需要很多條件的配合 一個創業不簡單 而且還是生長者的一個就業 好 那最後一個點叫林香糧食 大家聽過嗎 因為其實我在弱學的時候就接觸到 我們創業比賽嘛 就有提說什麼 比如原住民的有機農業啊等等 那可是我最近碰到一個企業 叫林香糧食 我覺得它蠻有趣的 因為一般我們在講說 要幫小農解決運銷的問題 小農解決他們被剝削的問題 那通常都會從產地開始想 那這位林香糧食這個譚景文先生 他背景其實跟我有點像啊 他是以前情業的CSR的顧問 就是說專門在幫一些大的科技公司 因為他們要去上市 而如果在國外上市的話 你就需要一個CSR report 那譚先生就是專門在幫人家寫這個report 以及輔導他們能夠達到那個標準 那他也是在一個偶然機會 因為跟一個大的電信廠商 在談一個CSR專案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的時候 他好像他提的專案很好 可是沒辦法做到 為什麼 因為他提的是一個小農的一個 就是說這個中華電信 應該可以用小農的一些團購啊 可是中華電信 他說我們沒有人去做這些整合喔 這樣 然後那個譚景文先生 他就說 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只是出張口 我是顧問嘛 我就跟你講 這是對的 我給你一個proposal說自己 你要這樣做 可是我沒辦法去幫你做啊 對不對 或者是你也付不起這個錢 讓我幫你每天在coronate這個事情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一個機會 他就跳出來 說他自己來做一個社會企業 那他的方法是從市場端 需求端切入 也就是企業的需求切入 就是從企業的CSR團購回來 他希望能夠用器座的方式來幫助小農 所以各位知道那個是倒過來的 就是跟你我們一般看到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他把那個需求放在前面 好 所以 而他 我知道他也是break even 那當然他做得非常精簡 可是我覺得他蠻快樂的 而且我覺得他的scapability 就是未來的擴展是蠻有機會的 因為我覺得凡事都是你 如果你有市場客戶的話 在手上的話 其實你後面要做整合 其實相對的比較容易上手切入 好 我就是大概就舉了一些例子 那我必須講一下 如果火水在幹嘛 我們還是有做事 雖然就看了很多個案 也交了很多社會創業家好朋友 那我們其實也有做一個投資案 那其實這是我們第一個投資 在去年7月的時候 我們做的叫做好工作社會企業公司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實驗 為什麼是實驗 我等一下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想說我們創造一個架構 能夠滿足社會企業 我們心中對社會企業的定義 那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從一個創投的角度 就是第一個要找創業家 所以其實我們就找張英樹 剛剛先生 剛剛那個勝利的張英樹先生 因為我們長期觀察他 所以我一直想說 英樹我可以跟你合資 或者跟你做什麼合作這樣 終於要等到一個機會就是說 他有一個Pew工廠 就是做珠寶琉璃 手工琉璃的 那這個工廠做了三年 那其實我在早期的時候 我都想勸他關掉 因為好像很挑戰 你知道要做一個手工琉璃 那你又不是楊慧山 你又不是等等 可是他其實這幾年就一直在得獎 就是公益獎這些的 那沒有人知道說 他是一個生障者做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說 下一步是什麼 那他也卡住了 卡住的問題就是說 各位知道 勝利不是沒有錢投資 那如果說你要他讓 把交易戰賺的錢來投資一個 手工琉璃的一個公司 或者是一個事業的發展 大家覺得合不合理 這個風險性蠻高的對不對 你沒有把握 就是他有一點覺得不太合理 大家理解那個意思嗎 就是你今天內部投資有點困難 第二個就是說 專業的人進不來 那專業的人就是 你要找外面的行銷跟銷售專財 人家到Pew工廠來認職 這個其實還蠻難的 因為商業界的人是看不懂 那個飛行組織的運作的方式 以及薪水也沒辦法support 等等的限制呢 他後來就我們就說這樣 我說我覺得有一個模式 應該做就是你在 應該至少一個 外面有一個公司 是專門幫你做行銷跟銷售 那你的Pew工廠就做一個工廠 對不對 就做一個產品的供應商 那這樣來一起來合作 那這個公司裡面 如果行銷跟銷售工 就可以找到對的專業的人來做 行銷銷售的事情 那他覺得說有興趣 那後來我們 可是各位知道 如果說在這樣的模式走的時候 你知道如果這個行銷公司很賺錢的話 會不會有一個問題就是什麼 利益衝突的問題 大家知道嗎 就是你外面很賺錢 人家就會說你是剝削的生障者 因為你把那個利潤都放到你的公司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在架構這個樣子的一個 社會企業的公司架構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說 我們應該用一個非營利的公司的方式來做 可是非營利的公司並不存在台灣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試試看 就找了三個天使投資人 那天使投資人成立了公司 發起跟成立公司以後 第二天就把這個股份全數的捐給勝利 所以變成一個非營利組織擁有的公司 大家理解嗎 再一次嗎 再一次嗎 對 就是說因為 我講完整理就是說 因為非營利組織 基金會這些 它是不能夠投資設立公司的 很難嘛 就法律上說可以 但是你到主管機關絕對不讓你過 就是說你不可能用一個捐款去成立一個公司 對不對 合理嘛對不對 因為這有弊端的 所以這條路是不通的 但是我們覺得說 我想做一個非營利的公司 以至於我們沒有一利益衝突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成立公司以後 再全數的把普通股全部的捐給非營利組織 意思就是說 完全是合法的 就是 因為突然那個非營利組織 就有一家公司了 這樣 非營利組織可以持公司的 他可以接受捐贈 對 就是 就完全 就可以接受捐贈 那當你捐贈到百分之百的捐贈 這公司就是你的嘛 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是希望確立一個所有權 是在一個公益的架構下面 意思就是說 今天的賺所有權 再怎麼賺 都不會分給股東了 對不對 當然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說 我們成立公司以後 用一些股東協議啊 規範來規範去 可是 我剛剛提到說 那都是違反公司法的 其實在那個法的那個 基礎上是不太穩固的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 釜底抽薪的動作 就是 剛剛就全部捐給你的 對 那你就沒有 沒有人會懷疑這是一個 這是什麼公司 這是一個 勝利百分之百所有的公司 這樣 那這個解決了我很多問題啊 就第一個就是 我就可以請張主任 來做董事長 為什麼 如果說我今天在外面 弄一家公司 請他做董事長 大家覺得有沒有利益衝突 很怪 因為第一個就是 勝利有董事會 對不對 董事會 會讓他的執行長 在外面做公司的董事長嗎 那他到底是為誰工作 這其實在一般商業界都有 可是一般商業界就沒有 不需要放大鏡檢驗啊 因為我們就要放大鏡檢驗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樣子 一個可以架構的設計 就打破了那個 大家之前說 台灣沒有非名公司這件事情了 不過這件事情其實 我後來發現也不是我們 只有我們在做 就是說大家知道 慈濟 慈濟下面有一個叫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 大家知道是一個環保PET 就是慈濟有很多志工 收集了這些保特品以後 送到這家公司 就變成一個可以纖維對不對 可以做非常賺錢的公司 當初他們也是想說 慈濟可不可以投資設立公司 之後當然去主管機關就說 你不行這樣 他們後來就是五個企業家 就成立公司以後 馬上就捐給慈濟 這樣子 所以這家公司就變成慈濟 百分之百所有的公司 可是呢各位知道 我們知道公司的重點在哪裡 董事會對不對 所以公司治理 所以雖然捐給了這個分離組織 其實重點在公司治理吧 公司 誰是董事 那我們在好工作 我們就規範說 三席是外部董事 兩席是內部 意思就是說 當然它這個是一個 很有獨立的 而且是 有商業競爭 就是讓外部資源可以進來的 而不是一個 你想說捐了以後 是不是全部董事 都是你們的對不對 但是我們就不希望這樣 所以我們在約定上面 我捐給你的條件 希望我的董事會 是怎麼樣組成 而且這個成分是要不變 以至於它可以保持有外部的資源 可以進來 那這也是我們的目的 各位知道社會 這社會投資就是 重點在於說不是錢 是外部的資源跟能力 網路可以進來 所以董事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安排 所以我們一個公益的投資架構 然後接下來已經 天使投資已經講完了 接下來一個挑戰就是說 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專業的人才 因為我剛才一直講說 因為你知道 屁股工廠找不到人 所以 那我也非常幸運 因為我們是做一個公益的架構 所以專業的人都看得懂 那所以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以前我的Head Hunter 是一個非常資深獵人頭的主管 那他就說 你這個很有趣 他說這樣子 你要找資金找的 我幫你找 免費 那他是一個非常資深的Head Hunter 所以他的那個pool裡面 一大堆 那後來我跟各位報告 就在這個過去十個月 就是七個月裡面 我在談了十位 都是非常資深的主管 那也達到了一個我當初認為的機會 就是說 可能有一群人就跟我一樣 中五年危機 或者是中年轉業 或者是第二春 在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中間 然後他們願意 就說 你叫他再去領更高的薪水 去拼命 他不見得願意做 可是你給他一個比分裂義組織更高的薪水 可是 還有一個創業的機會 他願意做 所以 那其實 interview都很棒 那 有Johnson Johnson 有Hannick 有HTC 有Acer 這樣 你可以知道的那個大品牌 而且都非常棒的 那有一個 是有一個大公司的品牌總監 他五十歲就退休 那五十二歲 他說 他想找一點 有意義的事做 所以我們在提供一個有意義事情 給second career的人 那的確有這樣子的一個市場 但我不會講說很多 但是你看到半年來 他也幫我介紹十位 所以其實是有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也找到這位專業熱情的執行長 現在1月2號就on board 那on board以後我們就很多東西可以開始做 開始動 譬如說重新定位啊等等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一廊 就是可以投資 講 那我必須講說最後一個挑戰就是在 我要募集特別第二輪的資金 那這個就是涉及到資金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第二輪資金是用一個特別股來募集 那為什麼 因為各位知道社會投資的一個意義是說 社會投資的募集 希望我投資以後可以拿回本金嘛 對不對 至少是這樣 如果可以拿回本金 我就可以再去投資到下一個公益的事業的項目 或者社會企業的項目 這樣就變成一個活水對不對 如果今天就全部捐贈了 其實也就等於捐贈了嘛 對不對 就回到我們剛才 我就是不太希望捐贈 所以我們第二輪的募集 如果要募一個比較大項數字的時候 我們就會設計一個特別股 那特別股就是 特別股大家知道嘛 就是當賺錢的時候 你可以優先能夠拿到這些股息 但如果不賺錢你就是算是損失嘛 沒關係 所以我們要找一群有社會意義 他對這個事情非常有興趣的社會性的投資人 他願意把錢拿出來 像借錢一樣 我先用特別股來投資你 那可是呢 當你賺錢的時候 你要優先還我利息很合理對不對 因為你去跟銀行界你要優先高利息 那我可以給你一個 兩三趴這樣子 非常合理的一個 像定存銀行利息 可是呢對我來講 我是可以收回利息對不對 那這樣就是一個商業的一個模式 對不對 但是我必須講說這個特別股投資人 他心裡面想的不是最大化他的利益 他是想說你做這件事情太有意義了 我非常願意支持你 可是如果我今天用一個 比較社會投資的角度進去 而不是用一個捐贈的角度進去 那這也是實驗 因為我們要找這樣特別股的股東 一定有一個profile 那我可以講一下我們的profile 就是說大概50歲到65歲 你有IPO過的創業家 或者是這種專業的經理人 他們認同這種 這種可以拿回本金這種理念 第二個就是說他願意進來做董事 我例如說我當我募集這些特別股的時候 我就會開放我的董事 說你可以進來當我董事 就是high engagement 就是說我讓你進來全程的參與 這整個過程 所以這種 我例如說像這樣子的profile的人 他的特色就是說他希望engage 他不是希望捐了錢就走 就跟傳統的捐贈是完全不一樣的行為 好 各位這也是一個假設 所以我正在做這個實驗 所以各位祝我好運 我明天可以找到這個特別股的投資人 這樣可以嗎 那當然如果有 以後有一些法令 什麼新的法令 那剛剛更好 不過我們的point也是在於說 不管有沒有法令我們都會做 而且在合法的狀況做 而且是能夠創造一個 可以重複的模式 我還有一個問題 是 大家有問題就自己來 要不然就被人家再去 我想要知道 第五點找專業熱情的執行長 對 是 既然好工作社會企業公司現在在運作 對 請問這位執行長的月薪是多少 月薪不方便講 但是我比那個非營組織的吸水是高的 我講月薪是一般的 對 高的 range 大概高 一般 30%左右 因為 因為其實 我想 我問執行長也是一個 是 只是一個舉例 是 就比如說 嗯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 我作為老師 我在教大學習 也承擔了一些壓力 是 比如說 有些學生的父母同學 或者同學的時候 是跟 會不會 過了五年 我的同學在 那邊 是 然後他們的薪水 然後我這邊我還跟這樣 然後我說 那你不能用心理的快樂的成就感 那這個時候 就是說 怎麼樣去把一個 社會事業裡面的 一個 合理的 制度 跟 形成 是 真正的建立起來 是 是 您真的問到一個核心問題 其實這個 當然 它是 就是我講 它需要整個生態環境的一個調整 那當然 我們是直接這樣 切入至一個第一步 其實在塑造一個就是說 其實 其實 我必須講一下 我只有三個階段的一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說 我讓 參與社會企業的員工 他能夠賺到合理的薪水 那合理 我覺得是比飛行組織要高一些了 二三十八也許是合理 那第二階段就是說 我必須讓 投資的股東能夠拿回本金 可以 就是我今天 投資下去 那當然股息是 不算了 本金至少拿回來 第三階段說 像我們這種 中介機構 也可以賺到一些生活費 這樣 這樣就成功了 它就變成一個活水 當然 我必須講說 每一個創業 它的競爭力 都不太一樣 那 比較有競爭力的 他當然就會有 比較好的收入 這樣 那 這蠻難的 就是說 你是不是要鼓勵學生創業 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必須回到學生 其實 我舉例 陳盛凱這件事情來看 其實盛凱是對於 志工有一種 passion 就是一種 是一個呼召 就是說 所謂呼召跟passion 不一樣 passion就是你覺得 哇這好棒好熱 哇又要做 但是呼召就是說 他不做不行 你知道嗎 就每天起來想的 就是要做這些 因為他想到的是 比如說 就是他對於這種 東南 就是偏遠地區 異鄉這種 他特別有感覺 就他一定要做這樣 那他就真的也做了 那除非你到這個 那我覺得陳盛凱 我觀察他三年的 五年的成長 我坦白講 我覺得他的成長是驚人的 所謂驚人的 就是說 他的成熟度 他的處事的方式 跟我 如果說今天 在一個大企業裡面 經歷三年以後 這兩個比較 這 我是覺得沒辦法比 這樣子 各位你知道嗎 就是他的個人成長 然後他也自己有一個 比一般 就是三年工作經驗 可能還好的薪水嘛 因為他自己創業還賺到錢 這樣 他不敢講說賺很多錢 但是他有賺到錢 但我覺得 嗯 好 好 請繼續 所以我想問就是 關於社會系列的 是 只要 你有點像 主題的好像 你比較下次解決 社會上沒有被買 是 然後 像這樣的 你說台灣還是在台灣 對 然後 或是 或是 你的社會系列 這種 對 對 對 好的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這麼短時間 你要定義成功還蠻難的 但我講 我講說能夠自已自足 能夠 存一兩平 我覺得是最基本的 對 這是一個 再加上他的社會影響力 我剛剛舉的幾個意義 其實都到那個水準 就是他有 都是break even的狀況之下 還在繼續成長 這樣 我覺得 我對 我沒有什麼成功第一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 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這樣 那你第二問題說 因為像大部分社會企業 對 以來自於解決某些需求 那 針對這些人他們的需求 達到 只是給他們 但是 我想要問的是 就是 就是 所謂的價值 就是針對於 社會 價值 我試著回答 好不好 就是說 我覺得價值在於說 他們是一個 role model 在於說 他們 看到一個 社會問題 他們願意用一個商業的方式去解決 這樣 我覺得 對我的影響是說 他可以 這樣子做 對不對 我覺得一定有人去follow他 我覺得 完全是一個 他們都是指標 然後 是leadership 然後 而且 我覺得這是 社會企業是一個公民運動 我剛剛講 說這樣 那你要能夠讓後面的人 繼續 持續這個運動的話 一定要前面的 是有這樣子的 基本的 達到一些基本的水準 要求 那我覺得他的最大價值在於說 他在講一個 就是說我是一個公民 可是我可以 政府沒辦法幫我解決問題 市場也沒辦法幫我解決問題 那我來 我來做這件事情 那個勇氣跟 你知道嗎 這是我覺得是 沒有辦法去衡量的 他願意站出來 做一個行政 就好像 對啊 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政治的問題 我覺得政黨都已經 但是 在這個環節上 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我們 其實這樣講 我覺得政府不太可靠 不可靠 那市場 有資本主義 那 現在就一個選擇說 你要不要出來 解決你自己碰到的問題 你會不會為你自己的小孩 解決問題這樣 那有一些人就 心臟比較強 他就跳出來 然後再加上他的創意跟創新精神 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他的最大意義在這裡 就公民可以用創新跟創業的手法 來解決問題 而且還可以生活 因為以前沒有人這樣做過 其實以前可能有 但是都是用非營組織或者 沒有大家那麼強調說 我們要 什麼 創新創意 這樣 可以嗎 還有沒有其他 是 就那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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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過他個案 但也了解說 其他都在畫頭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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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行 內行 是 對 當然 有很多企業 收電跟載電是怎樣 是 就是 握握 他不好 就要收 那 他這個 就是 他既然是一個 那他的內部 監察幾個 極致 是這個 就是說 都存呼籲 這個張英處主任 他覺得要關 那他 他就覺得 還是 董事會其實是 會 一直監督 監督 其實 我必須講說 其實這個 就是說 當然 應該說 董事會完全受請 張主任做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考驗說這個領導人 他是不是有足夠的 自覺自行 跟很多標準 這樣 所以我在旁邊看他 處理這個事情 比如說蘭花 好好要關 可是所有的人都轉業到另外的單位 因為他有這麼多單位 對不對 那個處理的就是 我覺得 其實我那時候 我也跟你一樣想說 主任你會怎麼樣處理這個 員工 就是因為你要解散這個部門 你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他 處理的還相當不錯 每一個都轉到他其他單位 而且 就好像員工轉 轉職一樣這樣 我覺得 社會界 很難用什麼董事會 什麼機制來監督 如果到這個程度 就是比較像防賊 像那個資本主義 比較像資本主義那個治理 那我覺得 其實一個社會創業家 他本身的那個 自覺自行能量非常強 而且願意接受別人的態度 而且快速的回應這些的 所以 他是在於那個人的 的確是強調那個人的特質 但是 我相信有很多 他旁邊有很多的天使 就是貴人都會提醒他說 他也 同時他也知道說 什麼時候去問這些人 是 我今天這樣問 你意思是說 假設這個 沒有組織 他是沒有制度 那其實 就是說風險是承擔在 這個當主人身上 那當這專業經理的人 是 或是 沒有繼續工作 是 對 他自己的主席 是不是有受影響 是 我覺得一個組織制度 有很多層面 這樣子 那我舉例說 張藝術主任 他們公司十年前 就導入ERP 十年前就找會計師簽證 那當然 永遠就是說 successor的問題 這個不容易 因為你要找到好的技術 你知道這本來就是 每一個組織的挑戰 但是我覺得勝利已經 就他 我在看他能夠可行的 他就比一般的中小企業 標準都高太多了 那這也是他個人的特質 我剛講那幾個 你知道就是 如果十年前在做這件事情 那真的 就表示他是一個遠界 就好像我最近碰到 立新的季慧容 季慧季節 對 那他說 他十年前做什麼 ISO 那到現在為止 還是他唯一的在做ISO 我就說 十年前你怎麼會想到做ISO 就表示他有一個 非常清楚的提認 說這件事情是要非常透明的 什麼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時間 好有沒有其他問題 反正等一下還有機會 不過我 我很快講一下 就是說我在做什麼 就是 當然就是講 其實就是一個橋樑 就是希望能夠 把創業家跟投資者能夠 連接起來 這是我 你說活水要做什麼事情 大概就是我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這件事情 那我 對 好 第一個就是我要找一些創新的模式 就像剛剛講說 有沒有 剛剛這個同學說成功 對不對 那我 我相信 我相信只要有人在前面 一定後面很多人嘗試 可是當然 90%人也許失敗了 或者什麼 但沒有關係 就是我相信一定會有人做到 有創新的模式 第二個挑戰就是說 我們常常看到就是核心能力不足 就說 我舉林鄉良時是覺得 我覺得說他有核心能力 為什麼 因為他去跟企業談 談案子是他的專長 一般你說 如果是幫助小農的 大概你要去做一個 Sales pitch 給一個大企業 大概有一點障礙 因為你不是這個行列的 可是譚景文先生他 他原來就是做這事 所以他多自然 所以這是他的competency 這個沒辦法 這個還很難短時間訓練出來 就知道企業的需求 那通常我也碰到很多是 比較不重視組織治理的 剛剛也提到說像董事會 的確 對啊 像會計制度 集合制度 這樣子 那有些人是做了一半才想起來 都不會太晚了 但是很累 然後其實也缺少陪伴的天使 那像我就只能 就我自己當然有一些設計的目標 只能看一部分 那其實是需要蠻多時間的 那如果有更多的專業人士 他願意 part time或者是 投入這個領域 我覺得都蠻好的 可以當天使 當mentor 當業師 這樣 那最後就是需要前瞻的政策 那各位當然知道說 現在政府在談這些 那我覺得政府的眼光都是蠻 看看比較近嘛 就是 所以我們也必須在沒有政府的狀況下 我們也可以做 好 這就是我 就是活水 我想剛才講我第一個投資案例 然後我們後面陸續續 所以有一些是我們自己要去initiate 就是發起的 也有 今年我想做一個我們自己做的案子 就是希望也可以做 好 那我只是用這句話來美麗大家 或者是美麗自己 就是所謂社會創業家 就是用創新跟創業改變社會的人 那我認為其實這些人會越來越多 那不管是盈利或非盈利 我再講一下 當然因為我們是做這個投資 我當然會放的比較是盈利的項目 但是我比如講說 前一天我在 就是說跟嚴長壽先生他公益平台 在做偏鄉客服的一些事情 那我們在1月 今年1月初的時候 請台大管理學院的李吉仁副院長 當營主任 我們辦了應該是台灣第一次 所謂社會創業家成長營 社會創業家成長營 那為什麼他們是社會創業家 因為雖然是非盈利的 可是這些偏鄉客服機構 他們在他們的土地上面 他們願意來承擔責任 而且做得不錯 我們都覺得是創業家 然後所以李吉仁老師 他是一個商業策略 我們就完全把他當成一個創業家 在交 在成長這樣 好 所以這是一個 這個Beard Drayton講 就是說 其實也不是給魚吃 也不是給釣竿 是要改變整個生態體系到 像佐夫 那他就 因為他的一個成功的案例 政府看到說 竟然有人 有這樣的案例 那交通部長也去跟他談 說 你幫政府解決一些問題 你的模式可不可以推廣到其他的地方 或者是對政府的系統有什麼影響 我想這個就是創業家的一個影響力在這裡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政府沒有例 是因為他沒有一個example 那只好公民出來 跳出來創業 做了一個example 一個例子給政府看說 這樣子可行的時候 才會有一個生態系統的轉變 那這是我想國外也是這樣一個歷程 打破現狀的一個方式這樣 好 那不好意思用比較多時間 那我先報告到這邊 謝謝 謝謝